台北教育大學藝術與造型設計學系林曼玲 台北教育大學藝術與造型學系林曼玲 我想我留學日本在我那個年代算是比較稀有動物 因為在老師那個年代其實大概我們同輩的人大概都是以留美為主這樣子 日本社會它有它的一些優點當然也有一些它的缺點這樣子 那可是它的優點的地方當然就是在當時它當然是一個比較進步的國家 然後它對文化的保存各種整個它的文化上面的一個豐富度 包括它的一個它的風土就是說它的一種世紀的鮮明也好 然後因為它的自然環境的一種豐富的變化產生它的文學 或者是人文上的一些美感的特質 然後再加上它整個國家在整個國家的這個發展上面 他們怎麼樣把傳統跟當現代並重 然後非常重視生活美學這樣子的一種 一種人民的一種生活的特質 我想這些其實對我當然都會有一些影響這樣子 所以我回國大概已經有二十幾年了 那如果以現在就是說我一直覺得其實當年我在日本十年的時間 所看到的一個先進國家的發展 對我後來在台灣這二十年的工作的歷程裡面 當然是有很大的幫助跟影響 因為其實以後台灣發生了很多的事情 大概對我來說可能因為留學的經驗 在日本生活的經驗會讓我更有這個觀察的穿透力 然後很多事情其實我大概可以知道 台灣的發展的這個 等於是它的一個步驟會是怎麼樣 因為以我在日本的經歷跟我的觀察 那這個部分當然對我很多在做思考跟決策的時候 還是都有幫忙的 現在大家都談文化創意產業 現在當然是幾乎已經成為省學了 已經取代我們國家的文化政策 變成這個文化創意產業政策這樣子 那這一點我倒是覺得 可能還是要有一些結構性的思考這樣子 那文化創意產業當然無庸置疑 那個在二十一世紀裡面 它當然是有很大的一個 不只說它是一個很大的發展空間 就是說它是必然要存在的這樣子 那特別是台灣的經濟社會的發展 我們也必須要去面對這樣的課題 我們在談文化創意產業的時候 國家的政策裡面 你怎麼去定位這個東西 其實我覺得還是蠻重要的 那有時候我們會以為說 只要有藝術文化就可以變成文化創意產業 那其實這個是不正確的 因為文化創意產業它其實是一個 一件完整的事情 那你要讓它成為文化創意產業 只有藝術文化是沒有辦法變成文化創意產業的 它其實還是要有非常完整的 business model 它才有辦法變成文化創意產業這件事情 可是有時候我們會常常看到我們現在的做法就是 就是把藝術文化放進去之後 我們就希望它可以變成產業 那其實是不可能 那另外一個件事情就是說 也不是有產業就可以變成是 所謂的文化創意產業這個東西 那我現在要講的就是說 其實在國家的文化政策裡面 文化創意產業的政策裡面 它還是要先有文化政策 這是很重要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化創意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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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創意產業